叶晨收获的六张圆符恰好对应六道轮回 冥冥之中仿佛一切都有定数 不光如此 轮回玄碑也齐齐环绕周身 尘碑 封碑 岩碑 灵碑 独碑 暗碑 重碑之力汇聚全身 在六大圆符和轮回玄碑的贯注下 六道轮回法的威力顿时爆发到了巅峰 黑暗光明 雷霆雾土 更金剧毒 诸般大道运转 演化成一团漆黑阴暗 混沌无量 近乎于太上大道的能量 一缕缕森白色的烈焰从地狱内炸起 所有的地狱生灵在宇文太的指挥下 尽数贯注到一个个明龙强者的身体内 自身的武道意志也彻底融入 所有的明龙神殿强者 龙爪破晓的轰鸣声 如火山爆发一般 地狱能量爆发到了极点 熊熊燃烧 不断炙烤着空间 整片深渊空间不断地扭曲着 轮回之拳 破 叶辰暴鹤一声 混合了诸多力量的六道轮回法 能量全部灌注到他的拳头上 这一拳爆发而出 如要轰霍天地星空 周围一层层的深渊 竟在不断地震荡着 叶辰的轮回血脉也在这一刻燃烧 这是他的最强一击 就算是太真净初期的高手到来 都要被一拳秒杀 一寸巍峨恶弘弘 庞大无比的虚影 也是从叶辰背后浮现而出 那是曾经轮回之主的身影 这一刻叶辰仿佛化身轮回之主 狠狠一拳轰向地狱之门 既然无法限制宇文泰 那他就把地狱之门强行关闭 下一刹 明龙强者们一茬一茬的 迎击上轮回之拳 汉不畏死 前不后继的在叶辰的神威下 哪怕是化作积粉 也有后来的强者们 继续奔赴而来 但当此关头 叶辰自然不会退缩 叶辰的六道轮回拳 依然一往无前 狠狠地杀向地狱之门 就算叶辰的拳头 可以撼动星空 也撼动不了地狱之门 这是因果的法则 比宇宙星空还要恢弘 就算是诸天万界 也要沉浮在因果的威严下 地狱之门无边无际 浩荡永存的生灵 是宇文泰的极致杀招 除非是上位者大能出手 否则绝对没有办法关闭 也就意味着 叶辰也许一时之间 占了上风 但是持久呢 他有多少原力 可以让他面对着 永无止境的人群 叶达尔此时双眸已经含泪 都是因为他 叶辰最终还是走上了 这条绝路 没有办法了吗 叶辰 叶达尔周身金光四散 悲愤的龙吟之声 龙神破天绝再次强横而出 为了叶辰 他不能再这么被动了 轮回之主 好大的气魄 可惜这一世的你 秀为太弱小了 不是我的敌手 宇文泰仰天大笑 从那一尊 轮回之主的身影上 他感受到了恐怖的成长潜力 一旦叶辰的血脉全部复苏 彻底成长 那绝对是凌驾诸天 连上位者都要跪下臣服 幸好 现在的叶辰 修为还只是半步式圆境 发挥不出轮回血脉的全部实力 就算六道轮回法全力爆发 也伤害不到地狱之门分毫 终于 那杀之不尽的明龙强者 那奔勇无穷无尽的地狱生灵 终于攀附上了叶辰 叶辰狂喷出一口鲜血 背后的轮回之盘 还有轮回之主的虚影 都活生生地被震碎了 他的五脏六腑 也在剧烈地震荡 几乎要粉碎 巨大的反振力不断传来 令人窒息 叶辰灼烧着六道轮回血脉 却没有伤到宇文泰分毫 他渗入台山 没有丝毫被撼动的模样 这残酷的地狱之门 宇文泰竟然是用 明龙神殿强者的生命献祭给地狱 不惜一切代价 为了斩杀轮回之主 怎样 被人拿刀盯着的感觉 很不错吧 宇文泰冷笑道 雾土原福守护 危急之中 叶辰祭出雾土原福 开避出了一片雾土世界 稍稍抵挡住空间乱刃的斩杀 韩西坐下疗伤 秦礼赐福 八卦填丹术 叶辰捏了一个法绝 使出天仙锦礼筹 再使出八卦填丹术 顿时 一条条金色鲤鱼的虚影 在叶辰深周浮动 驱散了黑暗 一缕缕八卦丹气 也是笼罩着叶辰的躯体 不断治疗他的伤势 我会让你如此轻而易举的养伤吗 宇文太大笑 手中龙骨高高举起 一场新的吟唱 地狱再一次涌动 即将开启 够了 清冷而温婉的声音 从虚空之上传来 带着上位者的威严 此言一出 所有人都感受到了 极为强烈的压迫 这声音难道是太上天女吗 夜晨心头一颤 开启地狱之门 你明龙神殿的百万年因果 复之一具 值得吗 虚空之中 华光乍现 天剑的神威之下 一抹太上天女的意志降临 宇文太有些呆愣地 看着太上天女 她此时出现 今天夜晨的性命 就这样保住了吗 她很不甘心 付出的代价实在是太大了 天女大人 轮回之主 多次与我明龙神殿为敌 宇文太连忙跪拜在地 看向夜晨的目光更为怨度 拍上天女的手指随意一挥 已经将那地狱之门关闭 而宇文太手中的龙骨 此时悄然化为鸡粉 这样的因果报应 超乎她的想象 天女大人 我宇文基对天发誓 耶洛尔是祖龙神殿 与明龙神殿主动联姻的 宇文基赶紧解释道 太上天女固然降临的只是一道意志 但这意志一个手指头就能将她陨杀在这里 她不敢撒谎 甚至不敢直视太上天女的眼睛 哪怕这只是一道虚影 地势天 你经过大劫 原本应该有所感悟 不应该再妄造杀孽 今日你且自行离去 明日你自会有你的因果 是 心魔之主从来都是趋利比害的小人 面对太上世界的真正强者 也只有低眉顺眼 俯首称臣的份了 来也匆匆 去也匆匆 宇文太看着地势天 离开的身影 有些暗骂她实在不是什么东西 叶晨 你怎么说 太上天女面色如常 看向叶晨 她更想要知道 如今叶晨是如何看待这一切的 太上天女的出现 仿佛决定了今天战局的走向 太上世界的存在 足以决定他人生死 关键为何太上天女 会问叶晨对此事的看法 这是众人心中的最大疑问 就在所有人等待叶晨的答复之时 叶洛尔率先一步踏出 对太上天女道 天女大人 今日的一切都是因为我 我根本不想要嫁给宇文姬 而且明龙神殿娶我 是因为我觉悟了九天神术 龙神破天绝 哦 太上天女听到叶洛尔如此说 手指相扣 一道金光弹出 困扰叶洛尔足足三天的 苍空七宿阵 此时已经分崩离析 这就是修为境界的权力碾压 小小年纪 就可以掌握九天神术 难怪能让宇文姬 如此破釜沉舟啊 太上天女看了一眼 那两个匍匐在地的宇文父子 此时也不由地挂上了一丝了然 说来说去还是神通的事情 五道世界亏似神通功法 比比皆是 不过这个叶洛尔的天赋和机缘 确实惊人 就算是放在太上世界 只怕也不弱 关键 太上天女的这道虚影 竟是隐隐发现 叶洛尔身上的因果极其复杂 有些地方 甚至连他都无法看透 这只有两种情况 要么此人不过是 无法修武的云云众生 要么此人拥有足够镇压 太上世界的底蕴 很显然是后者 太上天女嘴角勾勒一道笑容 看来天下降临 倒是收获不少啊 随后他美眸看向夜晨道 夜晨 既然你保护不了他 便让他随我去太上世界吧 此话一出 在场所有人都倒吸了一口凉气 无数人挤破脑袋 想要踏上太上世界 哪怕那些太真静至强 都无法做到 而如今 太上天女随随便便的一句话 就让叶洛尔能够踏入太上世界 这是何等恐怖的机缘 宇文基表情震步 他很清楚 只要叶洛尔答应 他们明龙神殿 必然会在某一天覆灭 并且从今以后 他再也没有机会得到九天神术了 他不甘心 但是面对那涌动着 无尽法则之意的太上天女 他没有任何拒绝的资格 此刻 太上天女在等待夜晨的答复 他向来光明磊落 只用十里夫人 绝对不会刷小手段 这一点 夜晨心知肚明 但是就这样让叶洛尔 跟着他去太上世界 绝对不行 叶大哥 怎么办 叶洛尔看出了夜晨的坚决 也明白 夜晨一定不会同意 但是只要他还在夜晨身边 那么明龙神殿 或者是其他势力 就一定会将主意打到他的身上 怀必其罪啊 叶大哥 也许我去太上世界 也是我的修为和造化 我也不想 一直让你们被人牵着鼻子走 叶洛尔此时轻轻地 拉了拉夜晨紧绷的拳头 女孩子的娇弱 被他完美地展现了出来 洛尔 我会保护你 夜晨认真地说道 叶洛尔孤身一人去太上世界 有太多的未知 没有人知道 在那儿会发生什么 不 叶大哥 我最不想要成为的 就是你们所有人的负担 叶洛尔目光悲戚 他眼睁睁地看着 折天摩地 血龙 颜坤 贪狼大地等人 一个又一个地付出鲜血 来保护自己